那這一個禮拜來 師尊的 感受很多 就講自己的 這個心聲 那麼 昨天是星期五 昨天下午 兩點 到三點 到兩點到 五點的時間 其實我們宗派裡面 有兩個 這個 雅科的醫師 一位呢 就是 洪貴卿 小姐 洪貴卿 小姐 她是牙醫師 一位呢 是莊敬耀醫師 兩位 牙醫師 那麼在星期四 那一天呢 這個洪醫師 很晚 他才從山上下來 趕忙的 趕忙的 很忙的 然後我去了 他的診所 他的診所 然後他幫我檢查 他 我的整個 我的整個牙齒 因為我 口腔 非常 非常的痛 他也幫我 他也幫我 開了藥 他忙到晚上 十點 都 還沒有吃飯 那 那昨天 星期五呢 因為他們 醫生跟醫生之間 又互相 來往 互相 推介 他聯絡了 這個 就是 Biubert的 一位醫生 他是 根管治療的 專科 根管治療的專科 那麼我 跟師母 跟 莊敬耀醫師 就去了 根管治療的 醫生啊 醫師 我口腔啊 就做 根管治療 是 昨天 下午 兩點到五點的時間 這兩點到五點的時間 根管治療 我們常常講 牙痛 不是病 但痛起來 要人命 這個 今天 我不想哭了 因為 因為已經哭過好幾場 所以不哭了 但是每心跳一次 就痛一次 連續三個小時 聯繫三個小時 就是昨天 從 兩點 到五點的時間 那個 那個 庄金耀醫師 這個 陪同我 在醫院裡面 因為只能夠一個人進去 那個痛啊 就是 差不多 這個 你們這個牙痛過沒有 牙痛很痛 牙痛 牙痛是很痛的 我聯繫痛了 很久 實際是沒辦法 才找這個 貴親 這個小姐幫忙 檢查 然後轉診 給這個 跟管 跟管 這個 治療 的專家 連續痛三個小時 那個 麻藥的針啊 打了不知道多少次 還是一樣痛 最後啊 最後啊 沒辦法 我吃了鴉片 把鴉片是止痛 我這時候才知道 零哲學 這個把鴉片燒了 是非常可惜 原來鴉片是可以治病的 可以止痛的 連續幾天 我從 星期四開始 星期五 星期六 連續三天 我都吃鴉片 我都吃鴉片 就是 止痛 就是止痛 這個吃了會上癮 會上癮 聽說是會上癮的 所以等好了 就 要停止 我記得佛陀講了一句話 非常正確 他常常 說法以前就講了 地聽 人生是苦 什麼在苦 我覺得老 是苦 你看這個街上 你看這個街上 多少人 多少老人在乘跑 在街上你看到多少老人 在走來走去 老人都不出來 因為他行動不方便 還要病苦 還有病苦 是最苦 病苦是最苦 只要病上來了 沒病苦 但未天也要 不備 timed 聽說什麼 不倥 沒有 不要 聽說什麼 老人都不去 你 歹